如果说你要搜寻关键字的话 其实要怎么样把它从PhoneGap里面放到那个 我们的WebView 其实你可以把那个SearchFix 这个范例把它再复制一个 后面改成SearchGoogle SearchGoogle里面 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一行 其实那个关键字串接 就这一行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子放上去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直接在搜寻的时候 它就会去搜寻什么 搜寻Google的关键字 秀出来它会秀在WebView里面 它不会另外open一个新的 所以马上改马上可以看到结果 另外你要路径规划的话 导航有没有 假如你要路径规划之前我们不是要 如果用那个WebView的版本其实也蛮麻烦的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简单一些些的话 其实用什么 用这个也可以做得出来 刚刚那个用我们导航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 就Fonegap这个语法 其实它是open一个window window open open外部的那个浏览器 那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其实不要用open外部的 你可以用内部的 那一样但是你必须要给几个数值 第一个就是你现在location 所以呢如果说你可以配合了 你可以把它改在内部的话 那你可以用前面我们有一个sample 那个sample 是取得location 那这个取得location 你不要用 我看你就用那个sdk 前面有一个是 用那个sdk的方式取得location 有没有在哪里呢 在on location change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取得现在的经纬 对不对 然后把它填进来 那另外你要到的位置 一定会有个查询的一个景点 那你可以预先查好一个景点 然后呢 直接也是一样 让它做导航 也是一样最后秀出来的 会不会秀在那个外部的浏览器 而会秀在webview里面 那这个两个其实就很有帮助了 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让使用者看到比如搜寻结果 那你可以用下面那个范例 那如果说你要让使用者看到导航结果 甚至可以直接导航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来用了 我想这两个范例的部分的话 也稍微改一下 你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改上上次的部分 然后呢 上面这个范例的话 我想你们就是去找那个 就是之前有先抓到 我们现在有可以选的那个范例 然后呢 顶多就是说 在让user可以填他的目的地 那目的地的话 他可以怎么样 可以去打上 那个他的地址 或者他的一个景点 那我们不是还有个范例 就是说 可以反查吗 有那个地址 中通府好了 他可以反查出他的经纬度 那你把那个 查出来的经纬度 再塞到这两个子进来 然后先抓到自己的位置 再按导航 其实就可以导航了 不就OK了吗 所以这个应用还蛮广的 你会看起来 其实这些都是前面教过的 如何取得现在的位置 这个OK 如何查到他输入的位置 也OK 对 然后再把这个部分 配合webview 就是一个导航功能的 一个APP出来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里的话 把前面跟这个 webview 还有phone gap 连接在里 你会发现 可以变化出蛮多的东西 但是 又不会太困难 基本上都是大家可以做得出来的 好 试试看好了 好